赤瘦羽绒外套款式白白重 现在还有科技羽绒要挑战一件抵两件的三倍暖 科技羽绒号称比一般羽绒还要暖三倍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实际来测试看看 而且是到零下五度的这个冷冻裤里面来测试 那现在呢我们先穿上这个科技羽绒 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比较保暖 那现在一分钟过去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现在人体的体温是多少 那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另外一件一般的羽绒外套 同样也是一分钟过去 我们来测试一下我们现在的体温是多少 32.8度 羽绒类它是一个很好的出浪温度的一个器材 那它会一直在加温 加温之后你会觉得热 那这种化学纤维它的好就是说 它再加温到一个饱和点之后它会停掉 所以让你觉得比较舒适 科技羽绒的材质是雪用中空纤维 保暖的程度会是人体最适当的温度来做调节 防水功能较佳 而一般羽绒外套材质就是羽绒 温度会越来越高容易燥热 防水性质叫科技羽绒差 加上如果是要清洗 科技羽绒较方便 丢进洗衣机也没有问题 但如果民众要在家自己清洗羽绒外套 有一个步骤绝对不能忽视 你要把它平均拍 让它平均 你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 它的羽绒就会结块在这个地方 那以后要洗就洗不开 所以它的保暖度就会降 科技日新月异 就连羽绒外套也越来越智慧化 但业者也不会言 就算是一般的羽绒外套 品质较好的保暖度 其实也不输科技羽绒 该怎么选择 就看消费者怎么去评估 记者陈生一篇影文高雄报道